接着我们就上等速度运动 等速度运动就是我运动的速度一样 那运动的速度时时都一样 我们就叫它等速度运动 然后等速度运动就会有几个特点 等一下会讲到 来 这就是等速度运动的看到的第一个特点 上面是一直跑 下面是同样的间隔 看到它经过了同样的间隔 你就发现我在同样的间隔 走了一样的长度 OK吗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车子的速度是均匀的 是一样快的 OK 然后底下的那个历时 就发现它历时的时间是一样 走过的距离也是一样的 好 就是等速度运动 然后呢 这边就有另外一个动画 你就看谁做等速度运动 然后有一个不是做等速度运动的 它的某一个观念跟想法会跟后面一件事有关 好 你会看到谁做等速度运动 谁是一都是一样快 你对不对 可是假设前面快后面慢 对不对 可是有个问题 他们是不是在相同的时间走了相同的距离 对 好那就带到我们后面要交的另外一个另外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情 OK 那请问你 这个车子 有没有做等速度呢 有 为什么有 没有 为什么没有 第二个有等速率吗 这个类似的问题 类似的问题就像我们那个时钟 这个秒针的秒钟的尖端绕一圈 一 有没有等速度呢 二 有没有等速率呢 如果有 为什么有 如果没有 为什么没有 想问问你自己 如果有 为什么有 如果没有 为什么没有 这个有没有等速度 是 为什么是 不是 为什么不是 是不是等速率 是 为什么 是 不是 为什么不是 思考 想 思考 想 OK 然后我们等一下就会把答案是 算是明示或暗示你了 我们刚才讲说夹一两个车子 以车子做等速度运动的 OK 可是 以车等速度运动 那么 车子绕圆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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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秒针一样 秒针呢 就是60秒转一圈 30秒转半圈 对不对 所以转的快慢是什么 一样的 所以它是等速率 可是它不是等速度 或者不是等速度 方向在变啊 方向在变啊 对不对 方向在变啊 所以它不是等速度 等速度必须要大小相同方向也要相同啊 它只有大小相同 它没有方向相同啊 所以它不是等速度运动 所以我们刚才 给各位看的那个动画里面 我们都知道 以车做等速度运动 那么假车绕圆圈圈圈 所以方向有变 所以不是等速度运动 要转的快慢一样 所以要等速度运动 好 所以直线运动不一定是等速度运动 刚才的那个车子前面快后面慢 对不对 所以它是直线 那不一定等速度 但是如果等速度一定走直线 为什么 因为方向不能变啊 因为方向不能变啊 所以等速度运动一定是直线运动 一定走直线 一定走直线 然后呢 一定会在相同的时间之内 走相同的距离 所以我刚才跟你讲过 为什么等速度运动一定是走直线 我刚才跟你讲过为什么 因为方向不会变嘛 要朝固定方向走 对不对 不会变 所以方向不会改变 所以它会走直线运动 OK 然后实线 所以 刚才的第一个动画 显示出等速度的第一个特性 就是在相同的时间 会走过相同的距离 然后刚才的讨论 得到等速度运动 第二个特性 什么特性 一定是一个直线运动 一定是个直线运动 OK 来 请问你 你的汽车 我会写自动排档 是因为 手排车有一种方法 手排车可以靠某一种方法 来改变快慢 我们就不要提那个方法 OK 用一般的自动排档车 就是你不需要去排档 摆在那边就可以了 它就动了 那请问你 谁可以改变速度 来停 改变速度有两种 一种叫做改变大小 一种叫改变方向 因为速度是有方向性的 对不对 好 所以汽车的装置里 有什么装置是可以改变速度的 再次强烈暗示你 可以改变大小 或者改变方向 有谁可以做这个事情 来帅哥男 帅哥男叫做29 没有29 28 什么叫没有28 起立 那个号称的直优生 有门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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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你既然想到油门 你应该会想到另外的东西 对 刹车 油门是让它变快 刹车是让它变慢 所以 有哪些东西可以改变我们的速度 油门跟刹车可以改变我们的大小 变快或变慢 方向盘可以改变方向 速度是向量有大小有方向 改变速度就是可以改变大小或改变方向 这个是我在未来教加速度的时候你要有的观念 因为加速度就是速度有改变 可以改变大小改变方向 那刚才讲说为什么不要自排手排车 因为手排车就是会挡杀 就是把它排到低速挡 它就会因为齿轮的关系 所以制度会把速度降下 所以 手排车可以用所谓挡杀的方式 海挡的方式来弄 那我们就不要扯这个问题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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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吧